加拿大風情主持 加拿大華人企業家陳若去Pius 資深理財顧問宋浩輝 各位聽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加拿大風情 今天我們有三個主持人 就是我Pius Herman和Norman的財經專家 Hello Hello 今天就講講立法的細新聞 不要說大新聞 首先就是一個沒那麼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加拿大樂壇天后Seline Dion 就在她社交網站自己發表一個消息 就說由於她身體健康的原因 將取消原定今年和2024年的所有世界的循環演出 即是身體有問題 Seline在新聞稿裡面就說很抱歉 以及對歌迷的失望 感到協議 她說自己非常努力地希望繼續恢復體力 但是她覺得未來的短時間都難以百分百恢復狀態 可以做到演出的 她就說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演出 就對一些惡迷不公 因為她沒有百分百這樣可以 唱到極致的聲音給大家欣賞 她現在暫時宣布取消所演出 直至到自己是Ready to go again 即是身體好一點 她強調她是不斷地繼續努力爭取恢復健康 以及不會放棄的 很期待短期內可以再見到惡迷 其實原來Seline在去年12月宣布患上了一個神經系統的疾病 中文譯就是僵硬人症後群 是Stiff Person Syndrome 簡稱是SPS 我第一次聽了 我就不熟悉了 但可能這也是會跟肌肉異屬症 或各方面那類的神經系統影響問題的症狀 這些病症主要是肌肉徑端的特徵 突然動不動或是麻木了 她暫時目前基本上沒有一個治療的方法可以跟著她的 只可以用一些藥物或運動來舒緩她的病情 現在Seline長是55歲 她說現在這個病情就嚴重影響到她日常的生活 除了令到她行動不變 可能手腳有時會不靈敏 還有她的聲帶也受影響令到她唱不到歌 這也是一個很突然的沒有消息 因為Seline Dion差不多是 她是加拿大出產的女歌手 差不多是排名第一 就是她的唱片大電影的歌 是的 她在Lyxarie都做了很多演出 非常有名的 這是其中一個消息 另一個消息就是 原來跟移民有關的 原來我們加拿大的移民局 就出了一些新的條例 就是有六類的移民的申請 是優先獲邀來 可以快速來到加拿大的 其實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簡介就說幾個東西 就是 如果你懂法語 就是French 我們加拿大是相語國家 如果你懂法文 是有一個優勝的 或者你是醫護界的 科技界、運輸界、農業界的 技工的申請者 這六個級別 全部都是有加分 和特別快速申請給你過來的 這些主要是為了填補 加拿大大量的職業空缺 真的有位 請不到人來做 這些叫Express Entry的移民項目 就是由我們部長 Sean Fraser 宣布的 這個就是他叫做 快速通道的 這個類別 就是這個category 就是有六個 這些類別的申請 就算我都說過 有些是特殊技能 有些是培訓 或者是 那些類別 其實法語 其實香港的朋友 就未必那麼多人會認識 但是醫護 應該香港很多人 是在這個界別工作的 加拿大會歡迎他們 其他科技 譬如你做programmer 或者你做graphic design 那些全部都是受歡迎的 運輸 我想是logistic的 那些農業 香港會有什麼農業呢 我都想不到 難道你種菜那些 那些其實不用什麼技術的 我照顧你做 因為農業 技工呢 我相信很多不同的skills 都是好的 甚至你砌瓷磚啦 那些砌得厲害 只要你英文程度 達到某程度 我相信他們都會歡迎 因為很多這些叫 blue collar 即是藍領的公眾 其實永遠都不夠人做的 很難找到人 還有他的收入都不錯的 那其實 是的他的技工原來講 包括木匠 carometer 水喉工 甚至你做一些承包商 例如大判那些 以判那些 只要你有某一個技能 是適應到這裡的工種 其實都可以申請過來的 還有他移民部 在未來幾個星期 會特別 將這些 詳細的資料 就發佈 還有告訴你 是個申請方法 是怎麼樣的 就是現在 只是講講 那個信息 就是遲些 過幾個星期 就會推出 真正是 比如網上 你什麼表格 那些天啊 諸如此類的申請 就是這樣 那我相信 這個對 香港的移民 都是一個好的信息 因為不是你有錢 我們加拿大需要 反而你有技能 加拿大就非常歡迎你過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那樣 那第三呢 就是講一講 這個或者我們香港的朋友 可能對這些政策 不是很為意的 那原來的訊息就是怎麼樣呢 我們BC省 有一個華裔的地產經紀 他是為了幫助一個顧客 買到一間屋 而令到他可以賺到佣金 即是金融資金 他就在顧客 不夠首期的時候 就借了五萬元給客戶 你做房貸的首付 那原來這個是違法的 違法了他 就是做了 那個地產執業的 牌照的操守 那這個 訊息的主要的 真正的內容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他說現在省級有一個監管機構 調查的一個房地產經紀人 他就向一個顧客 借了五萬元的家園給他 讓顧客 可以支付他在BC省列治民 一個房屋的訂金 這個行為其實是 被定為一個職業不當 就是unprofessional 就是有違他的職業操守 那這個是怎麼樣呢 就是BCFSA 其實這個BC省金融服務管理局 就平常負責調查 和房地產相關的投訴 那其實這位姓王的女士 叫Wiki Wang 這個經紀 就做了這個借款 就算他借給人 也是造成一個利益衝突的 因為他可能有收益利息 就算他在說他沒有收益利息 都是用一個不正當的方法 來促進了一個房產的交易 而這個他是 沒有向地產局 或者登記或者什麼 其實這個是不允許的 嗯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可能有人投訴他 因為如果不是 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就寫了一個顧客 他就去給他 做訂金 你沒有人知道 結果是有人去投訴他 這個投訴出來之後 他就說BCFSA的金融服務管理局 接受了那些投訴 做了一個調查 他發現這件事是真的 結果要舉行一個聽證會 然後要求這個王女士 解釋他為什麼要借5萬元給人 那就是如果他借5萬元 因為這5萬元 令到房地產的交易 成為合法 這樣做了之後 他就其實在這個行為裡面 就做了一個 就是有利益衝突的行為 就是不允許的 如果他有職業的地產經驗派照 他現在暫時查的時候 查到不只是一個物業 原來是列治民有一個物業 另一個是溫哥華 這兩個物業 都是他好像違反了某些 職業操守 他在2016年當時做這件事 6月當時簽署了購買的付款 然後在2016年10月4日就完成了 其實他那時候買的房子 是168萬家圓的 訂金是9萬元 這個大概是5%多少少的訂金 但是這個訂金 其中9萬元的訂金有5萬元 是這個 黃姓的經紀 和貿主出了先 後來他是有還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這個 在這個地產經紀行業裡面 這個是違法的 這樣就是有問題 無論他這筆錢給那個屋主 是有沒有收利息 都是不合法的 這個我就不太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 問題在哪裏 當然很奇怪 但是 他都可以當是 減價、減佣 電著先 但是是不是就是 原來是不行 他說因為他是給了這筆錢 而促成了這宗交易 這個錢銀的來往是 不容許 他是有confir of interest 就是有利益衝突 如果他是另外的人 借給那個 那個戶主 反而沒有問題 如果他經一個三角關係借 反而就可能 但是如果是直接借 因為他是直接當事人 就是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你覺得 我覺得這個錢銀碼 似乎也不是太多錢 他佣金才得 兩萬二千多元 這個也是一個奇異之處 就是你借銀給別人 等人來買屋 遲些人還給你 那為什麼會 那些監察委員會會知道 是什麼人去舉報你呢 我又去這裏又沒有說 所以我也不覺得很奇怪 什麼人去 提供這些資料 去令到這個 現在 BCFSA就說 現在已經定了案 他是違反操守 但是怎麼罰他就不知道 通常可能是一筆罰款 或者停你排一段時間 然後叫你 之後才再復排 Norman 你想說什麼 我看上去 有可能會是在他們的 managing broker 發現了 然後 然後 就要舉報這件事 那或者是 我想這個機會 有這個可能 另外 其他人舉報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 Norman Norman 好像你這樣 你做 代人投資 是嗎 幫人操盤 做不同的投資項目 如果那些人說 我要買一些退休儲蓄 計劃 我RSP 我要 擺10萬元 但是我銀不夠 那你可不可以借錢給他 他擺了下去之後 等他拿完稅回來 就還錢給你 而那10萬元就交給你 操盤你做投資 真的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的行業更加不可以 因為這個就有一個 configure interest 現在就是這樣說 所以Herman 你剛才說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有問題 我就這樣看來 我都覺得 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不是騙 那個戶主給多些錢 或者騙他用金 反而你是借錢給人 你是虧給那個戶主 所以拿回之後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他有牌 因為當你有 license 的時候 你就有受監管 這個監管裡面 你是不可以這樣 是可以跟客人有錢 這方面的來往 因為你裡面 除了你那個 監管之外 你還有裡面 是涉及到有佣金的問題 其實 Pius 你說的 如果那個經紀不借這筆錢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這個成交不了 亦都不會出現 會有個 他的 Commission 會收到 這個是措手的問題 還有 這個是一個問題 Noran 只是這樣說 譬如有個小孩來看牙 我是牙醫 他要做一個拔牙的手術 他就可能要三千塊加持 距離 他自己沒有錢 父母沒有錢 父母說 我下個月 收到退稅 或者下次出糧 才有錢交給你 你可不可以給我填了這筆錢 然後到遲些 等於你借錢給他 做了這個手術 遲些 賺到錢之後還給你 他不需要用個人名義 他不需要用個人名義 那可能可以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個就變成是 做 Business 那個 是借錢給他的意思 或者是貸錢給他的意思 其實他的錢給他 就是稍後給大工的 Personal 因為剛才你做房地產的那個是一個經紀的服務 他是一個Blockage的服務 他不一樣 做整額的 他只是做 Business 那個 你如果蓄成不了那個 Deal 可能另一個人有機會 給了另一個 但你整額不會 我知道那個 appointment 給了另一個 不是那個錢 這樣去比 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你不要看這個個案是怎樣的 其實他的行為是差不多的 就是 你借了錢給別人 蓄成某樣東西 做達成功 然後遲些別人有錢還給你 但剛才那個是醫生 自己本身就提供Service 現在那個broker 只是一個中介 不是那個屋主 你蓄成那件事 你有既得利益 就像剛才的Norman說 我其實覺得 這些可能是受監管的行業 他有一個監管的機制 不容許這些錢 因為一容許這些東西 可能會有很多漏洞 被人鑽空置 就是做些擦邊球 搞到整個行業很混亂 所以就是 限制這些東西 是的 可能牙醫那裡 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那就行了 但是他也可以 立刻的例子 在他那個牌照的那個 拿這個 license 的 requirement 裡面有這個 條例給他 也可能 但是 就看 你受監管的行業 裡面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這些 肯定有 房地產那些 看來應該是有 就是這樣 記錄部隊都有 我也覺得 紀錄部隊都有 一定有 如果警察抓完人 然後借錢給他做保釋 那 那些人出了來 人家說 有 你抓他 那你很明顯有關係 是的 警方屬性人物 可能是親戚人物 所以這些都是 很難說的 那個經紀真是不幸運 雖然做成年都生 可能被罰都不知道 罰他那些佣金 但我相信在他考這個牌的時候 應該 Cook of Conduct 裡面應該是有提及的 是的 如果讓我想有很多方法 就是多於一個方法去做 但就選擇了一個 好像這麼直率 但又笨笨的方法 我覺得 如果網友舉報 是沒有東西的 我會知道 誰會知道你的錢 誰會知道你的錢 等於我介紹一下 Herman去找Norman做投資 那我一起請餐吃飯 然後吃 又花心事土又什麼 然後哄Herman給他做投資 那這個算不算違法呢 你都是用一些錢來 促成某一個transaction 這個不算 這個就變成你的行業發展 如果一個政客 去說明的話 我請你吃飯 送兩個種給你 然後希望你投下票 那那個又算不算 其實都是促成某一件事 但是因為你選舉 還有你做一個 行業是不同的 所以行業就可以做一些 國門左道的事 選舉就千萬不要 所以行業會有很多 限制某些行業 Herman 你以前在香港 在時事台、娛樂界 會不會有很多黑暗的事 你看到聽到 看到聽到就不黑暗的了 知道一定有不同的 會不會有些 有些道歐 如果想拍得你漂亮一點 又要送禮 又要怎樣怎樣 喔 這樣 是一個機會 其實應該這樣說 就是 在那些環境 反而那個圈子的複雜性 不僅是錢引來往 有很多東西不一定是錢引來往 經濟就是錢引來往 加價減價 多種消息 也有些美式 好像 你現在說是一個圈子裏面的機會 演出機會 其實就不只是錢引來的問題 我很少說 我把錢引來給導演演出 通常有很多東西是人為的因素 人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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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錢引來的 也有的 我聽到有人送了標給導演 那很笨 導演如果只收了標 給導演引來做 我覺得這樣 其實很多parties 都會有關注的 但是你說可能經理人公司 怎樣夠壓力 幫他其下藝人 去爭取到一些演出機會 當然 埋桌計算 我覺得其實 大家都是 計算那個效益成果 很少那個artist 本身自己 在這個利益上 我怎樣回勇給你 找我拍 應該不是這樣的 是複雜很多的 承認的時候可能自己出去 承認之後當然會有經驗 可能有很多東西 不是銀行 不是銀行 可能看一些東西 江湖的潛規則 對 潛規則 就很難解釋 很難解釋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都是有趣的 看到這些新聞 其實 每天都有很多交易 總是有人 有意無意 聰明 笨 但是起碼要保護自己 多一點 你沒有給 我覺得很多這樣的東西 你不是真的知道 你不是專業的 譬如我是一個 購樓的業主 我剛剛差一點 很多時候 你賣人借也好 總之有些行為 你可能不知不覺地 違反了一個 守則 規矩 可能也是 你專業人士 操守好一點 你小心一點做事 是的 我們所說的 業務是有很多空洞 很多空間 很多想像性 很多 所以有牌照的專業人士 他們就會有這些規則 要遵守 所以 所以為什麼在這裡 聘請專業人士 費用 昂貴 就是因為有很多 牌照的錢 要付 等等 所以 你會發現 這裡找個專業人士 做的東西 會這麼貴 即是有個 有個費用在這裡 這個也是其中的 香港的律師費 是不是還貴 動一下 那些是個問題 那些是個問題 那些 不知道他們怎麼做 好 先休息一下 沒錯 稍後再見 第二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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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